金台 午安 歡迎收看板田戰法 你覺得這個盤跌完了沒有 那你覺得今天台北股市出現了 到目前一直出現356億的量 那今天反彈25點 你覺得這個盤跌完了沒有 我想各位你看喔 我在上個禮拜三 應該是在6月8號 6月9號這附近的時候 我寫了這兩個標題 那是最後一天我跟大家講說 你一定要趕快站在賣方 我說為什麼站在賣方 我所看到的每一個符號都告訴你 台北股市即將進入一個大跌的階段 你信也好不信也好沒有關係 那我就把這些東西先寫上 我先告訴你說遇到大盤回檔 你要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壞數的去修正你手中的檔數 第二件事情去找底部起漲的股票 各位如果我們看這一張的技術面的表格 如果我們就這張大盤技術面的表格來看 買在這邊的人跌到這個地方 買在這邊的人跌到這個地方 買在這邊的人不知道未來跌到什麼地方 他永遠是最大輸家 也就意思就是說在操作股票的過程當中 如果你是買在高點而未來要殺到低點 可能跌個一千點兩千點 那你一定是最大輸家 所以我們常跟各位講一定要順勢操作 順勢操作 台北股市我給各位看現在的走勢 是什麼樣的一個走勢 其實我在前一陣子的時候 上禮拜三禮拜二 在第四度的一個出現 所謂復背禮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都說不用擔心 這個地方外資大買 好這個地方外資大買 你看上禮拜二禮拜三 到了82692 8692 8754的時候 外資在這邊大買 一天買150億 一天買129億 然後我跟大家講說 每一次高點都是外資買出來的 每一次低點都是外資殺出來的 所以不要相信這個 各位台北股市到底是什麼樣的行情 來我跟各位講 你看上一次在這地方 我已經提醒過你 在去年的12月25號 有沒有去年的12月25號 當大盤出現400億新低量的時候 它價位在這 然後隔兩天有一個短高 接著一個波段下來 從所謂的8300多點 接近8400點 跌到7600 那總共是跌了將近800點 這一段跌了800點 當時我跟妳講說 新低量出來 它不能講說一定見到新低價 至少告訴你這個地方會有回檔 上個禮拜的時候 各位記不記得 很多人在這邊會跟你講一件事 他說 因為禮拜六修 這個大家修價 我們出現了298億的量 我說不管修不修價 從KD的進入指標的過熱 MACD出現了適度的復背禮 這個盤就是要拉回 各位台北股市 從前天的高點 8754到昨天到今天 三個交易 我指的是交易 最低到8503 最高是8754 最低是8503 已經跌了251點 但是請問各位跌完了沒有 你覺得跌完了沒有 我可以很負責任告訴你 沒有跌完 為什麼沒有跌完 我們來看所有的符號 來 這次我提供給非凡的資料 我每天跟非凡有做連線的動作 那每個禮拜三 明天我會上前線百分百 那上禮拜三因為我出國去 那所以沒有辦法上去 那明天我會跟你講未來走勢 你想要了解未來台北股市走勢人 你可以看我的節目上前線百分百 我都會講很清楚 那我先給你看 這是連線的資料 我怎麼講 台股要如何看 是何種的格局 未來如何的要站在買方 現在開始我跟你講說 談未來大跌之後 拉回的買點 你要如何面對 過去在漲的尾巴 很多人跟你講買進 我都不跟你談 我都一直跟你講 那個時候只要做兩件事 第一個快速的降低檔數 第二個換底部騎檔的股票 我想這兩天我有推薦一檔底部騎檔的股票 今天又呈現一個逆勢上揚 從底部騎檔 我待會給你看證據 來我先給你看這些所謂的精髓 我覺得 一定要所謂的這個 所謂內行人看門道 外行人看熱鬧 你一定要有專業知識 來了解現在是什麼樣的格局 來 新手死在山頂上 老手死在半山腰 精明者選擇底部進場 各位只要記住我現在開始講的每一件事情 把它記起來 這個盤修正完了沒有 我跟你講很清楚沒有 但是它會因為跌升而做出反彈 我講話非常清楚 第一個 大盤前天有一個叫8690的最低點 跟昨天的最高點叫8634 就這個地方 有沒有 前天的最低點是8690 這天最低點8690 然後呢 這天最高點 昨天最高點8634 來注意看 這邊留了一個跳空缺口 來 只要記住這件事情 只要這個地方的跳空缺口不補 它就是一個空方的修正走勢 你不要去想其他太複雜的 就這麼簡單 從技術面就告訴你 這個缺口不補 任何反彈起來 恥骨多的人 你一定要做檔數的減碼 這是我講非常清楚一件事 因為這個趨勢是叫空方修正 那這個地方叫做缺口 這叫做空方第一缺口 跳空缺口 8634到8690就是這一波的賣點 你都不要管 你什麼都不要管 只要這個趨勢沒有改變 任何反彈上來 持股擋住多人 請你做賣出動作 你說將來會跌700點 還是要跌1000多點 你不要預設任何立場 那不是你該做的事情 是看將來出現的符號在哪裡 也許跌個500點 它就只跌了 也許跌個300點 它就只跌了 也許要跌700點 2000點 都不一定 後面發生什麼事 都不跟你有關係 你要就事論事 現在來講 任何的反彈 針對手中持股多的人 你要做減碼動作 那這個階段來講 只要8690到8634 這個跳功缺口 不補 它就是一個空方修正的走勢 這個答案很清楚 來第二個 我們再來檢視第二個 來 第二個檢視什麼 你來看 台股昨天 昨天的K值在這個地方 昨天的K值是64.22 低值是79.74 只要K值是小於低值 它就是一個空方修正 那各位我們來看這個地方 我們來看這個地方 好 現在的K低值有沒有看到 來 K值已經掉到了50.79 低值還是維持在70.09 這個地方K值是小於低值 K值小於低值 缺口向下 好它告訴你 只要是K低值 K值小於低值 缺口向下 就是一個空方修正 短線是空方修正 再來MACD MACD柱狀體 持續的 持續的收斂 這告訴你中線轉弱當中 中線的格局轉弱當中 但是請注意 MACD跟DF 當形成死亡交叉的時候 就像這邊 這個叫多頭 一旦形成死亡交叉 像這個地方 這叫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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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多方 這叫多方 目前 我先講目前盤面 目前盤面是壓力在8745 支撐在8342 短線行情先看8745到8342 這個區間震盪 但是請注意 一旦這個線 MACD跟DF做死亡交叉的時候 這就不是短線了 這就是中線翻空 這就是長坡的下跌 那個最少都跌700點 1000點 1500點 那個都一定會發生 我沒有預設任何立場 現在的趨勢還是屬於一個 拉回的格局 他在決定 是屬於一個短線的一個拉回 還是準備進入中線的大跌 那我沒有預設立場 我只告訴你 現在在做短線拉回 但是一旦 MACD跟DF做出死亡交叉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中線的拉回 那中線修正就是 700 1000 1500點 他就做這樣的拉回 來 再看一下 當時這個地方 黃線穿越 綠線 呈現一個多方的走勢 從D點 7627到8840 漲了1200多點 漲了1200多點 再從高漲 DF MACD做死亡交叉的時候 有沒有 從8840跌到7999 跌了 8840跌到7999的時候 這個地方 7627漲到8840 哇 這漲得多 這7627漲到8840 這漲了 8800-7600 這已經有1600多點了 將近有 你看 7600嘛 那8600 1200多點 好 從8800 8800跌到7999 這是800多點 好 這是800多點 這是1200 這是800多 都是因為這個 所謂黃金的 黃金交叉 跟死亡交叉的出現 有沒有看到 現在呢 會不會做死亡交叉 你要小心 如果一旦做死亡交叉 又是在適度背離 KD又是從高檔向下跌破80以下 那個就是81000 1500左右的跌幅 各位你信也好 你不信也好 他每一次歷史都這樣走 我都是把話講在前頭 好 那我今天跟你講說 你只要看到這個盤 這個缺口不補 它就是一個空方修正 你不要去預設任何立場 你只要看到這個盤 它的KD值 K值是小於D值的 K值是小於D值的 那這個地方就是一個短線空方 然後呢 你只要看到MACD這個地方 柱狀體持續收斂 它就是代表中線轉弱 重點來囉 這個地方如果K值 這個所謂的MACD跌破DIF 的時候 各位這個地方只要跌破 它就是一個中線的翻空 中線翻空 這是中線的翻多 這是中線翻多 它就是一定那種 反正不是500 700 800 1200 就是這種行情 各位我沒有預設任何立場 很多人看股票市場都是吹噓 股票市場有兩種 一種叫分析 一種叫解讀 什麼叫解讀 我講給你聽 今天之前發生的事 哇 我們在這個地方賣 我們在這個地方賣 我們在這邊又在賣方 你看今天跌下來 他在講過去 分析不一樣喔 台北股市在8840的時候 8803 8745 我都跟你一路看空喔 一直到5月10號 5月13號 記不記得兩次的正背離 7999我開始看多喔 到了2度背離 3度背離8692的時候 正式開始看空喔 8692以上到8745我都跟你講 我寧可選擇站在賣方喔 我寧可不追賣 我還告訴你 一定要快速的降低檔數 我還告訴你 這個地方可以找尋那種底部騎檔股 來做應對低檔的一個換股的動作 你看那底部騎檔股就每天漲 然後你看到大盤很多股票就一直拉回修正 各位今天你看到了我跟你講的跳功缺口 你看到我跟你講的KD 你看到我跟你講的MACD 你看到我跟你講短線上 是8745到8342的區間修正 但是我說過很重要一點喔 這個地方一旦形成死亡交叉喔 這個盤最少500、800、1000點的修正喔 這個不是你今天說了 你要不要相信的問題 過去各位你一直看我節目 我從來不預設任何立場 我都跟你講得很清楚 當台北股市在上禮拜三來到8745 第四次復背禮 所有人都跟你講好 為什麼講好 因為他說外資財金大買 外資一天買了150億129億 我說你看這個盤都知道外資大買 台積電直接拉高 怎麼不是大買 但是我還是告訴你 你要站在賣方 因為符號會說話 當我們看到這個地方的MACD 出現了所謂的復背禮 適度的復背禮的時候 在這個地方MACD出現了 適度的復背禮的時候 我一直告訴你 你要有警覺性 如果將來MACD的柱狀體 在這個地方 MACD的柱狀體在這個地方 假設它由正值翻覆 或是這個地方形成死亡交叉 各位那個都是800點1000點的修正跌幅 那如果你不聽話你就等死好了 反正也快畢業了 唱畢業歌也開始去排隊了 所以我們常常跟各位講 做股票一定要兩件事情 第一個要靈活的頭腦 正確的觀念 第二個一定要隨事 然後在這邊一定要重視基本功 我想台北股市 大家都跟你講 外資在這個地方的期貨 哇 期貨這個 所謂的多張5萬多口 明天要結算 我想如果你注意看 外資在昨天0032R 的一個T50反E 他去布空耶 他布空的數量越來越大耶 而且都是在這兩天布空的耶 這兩天布空的 就是這個跳功缺口的這兩天布空的 因此各位 到底未來盤是要做 目前是短線修正 怎麼去掌握了解他做中線的大幅修正 你要如何的面對 我想你想知道這些答案的人 除了明天晚上 我講的是明天晚上禮拜三 那我在前線百分百 會跟你做具體的說明 那待會下一個節目 回到現場的時候 我也會利用時間 來跟你具體的說明 但是我希望你要注意我講的話 只要大盤沒有出現落底反彈 或是落底反轉的訊號之前 這個地方跌會比較多 彈會比較少 趨勢還是往下修正 要如何的面對 要如何掌握未來的盤勢 要如何的預防 這一波是屬於千年的下修 那你要怎麼避開 下個階段回來告訴你 我們到囉 拜拜 喂 綠的家具嗎 啟動家的第一步 綠的系統家具 歡迎光臨瓜瓜樂 百分百有獎喔 投資 投資 獲利 雙指標 奶酪妹 奶酪妹 QQ 紅豆哥 香香 QQ 香香 香香配QQ 愛之味奶酪紅豆 香Qmuchmuch 甜蜜蜜 甜蜜的邂逅 愛之味奶酪紅豆 投資 獲利 雙指標 固德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 幫您創造傲人績笑 固德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振兆 旗鼓雙贏一把兆 固德投顧 就是 Good 02 257角 1155 257角 1155 夏恩英語 百分之百外師授課 英語聽說讀寫 No Problem 夏恩 讓孩子與世界更接近 全國分校招生中 投資 獲利 雙指標 固德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 幫您創造傲人績笑 固德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騎貨股票雙振兆 騎股雙贏一把兆 固德投顧就是 Good 02 257角 1155 257角 1155 為什麼肌膚這麼水嫩Q彈 因為我有 SALA SALA 水茉莉 是本專利波尿酸 洗澡就像敷面膜 超水美肌天天談戀愛 真的好湯 SALA SALA 水茉莉沐浴 例如 您現在收看的是中華財經台 歡迎再度回到板田戰法的現場 那到底這是一個什麼盤 然後這個地方該如何的面對 我剛才講得非常清楚 現在的台北股市短線 它在這邊過去高漲套額壓力 跟外資大量買超 它是在做一個解套行情 來到這個地方 技術指標是出現適度的背離 然後呢 KD進入超買過熱區 然後呢 所有的符號都告訴你大盤要拉回 只是你願不願意相信而已 那這個拉回的修正 我剛才講過了 如果這個缺口不補 它就是空方修正 在空方修正沒有結束出來之前 那這個盤 彈的會比較少 跌的會比較多 那就看 將來 這個地方的所謂MACD跟DIF 會不會形成死亡交叉 一旦形成死亡交叉 它絕對是一個81000點的修正 那你這個階段有沒有做好動作的人 就決定你下個階段會不會成功 我想台北股市 現在就是一個空方修正格局的操作策略 就是一個空方修正格局 那我沒有預設任何立場 我把這裡面該注意的事情全部都提供給你 第一個 持股的檔數多的人 你遇到反彈要降低檔數 這是很重要一個觀念 在趨勢理論的觀念當中 在一個壓力區 你一定要讓現金水位提升 讓持股比重下降 如果到了低檔區 你就要讓現金水位下降 持股比重增加 這是一個操作的正確觀念 第二個 選股需以產業題材 財報加跟積極低者為優先的選股策略 第三個 嚴格緊盯外資的動向 是否出現油多翻空的一個動作 我跟各位報告過 當這個盤 只要外資站在賣方的時候 大盤就會出現大幅的拉回 當指標鈍化 或是當指標過熱 或是當指標背離的時候 外資賣 大盤最多是金金賬 可是一旦在過熱跟指標鈍化 跟所謂的一個背離的情況 特別是負背離的情況之下 當外資一賣 大盤就會快速的拉回 如果這兩天外資在這地方先賣 小賣 然後再接著大賣 這個盤就會更快速的回檔 所以我說現在趨勢是向下修正 是這兩天急跌後的短線反彈 兩天我剛才不是講嗎 這兩天從最高點8754 到最低點8503 有沒有 是不是跌了將近250 50 8754 8503 251點 251點 今天如果彈個28點 你覺得會過分嗎 不會吧 但在這彈這28點的過程 如果說這個跳功缺口不補 這地方的跳功缺口不補 基本上它都是向下修正的 你要把握機會 這個地方 持股檔數多人 你要降低檔數 你要緊聽外資的動向 是否出現油多翻空 如果這個地方外資出現是這種 有沒有 油這邊解套行情失敗之後 油多翻空 它又會跌個1000點左右 800點左右 又會出現這種 然後在量價背離的情況之下 有沒有 在過去我們講說量缩之後 大盤漸先低有沒有 前一波這個地方我曾經講過 去年12月25號 新低量出現有一個重挫 今年在這個地方的新低量出現 是不是短高之後就開始重挫 所以不要預設任何立場 去看未來符號提供給你的答案 然後大盤量能變化屬何種形態 在拉回過程當中 散戶是不是願意積極進場 如果未來拉回 融資願意增加 這個行情空間會比較小 如果拉回 散戶低點都沒買了 現在拉回來是你外資買的 讓你們自己砍自己好了 它死得更快 它拉回更深 所以未來融資能不能意願 有沒有散戶是不是願意進場 就要看拉回的幅度 像這一波最後漲這幾天 根本就看到散戶根本不完嘛 那個融資根本不增反減嘛 你看回漲速度多快 兩天就多少 251點 所以接下來你就要注意到這種情況 然後行情是屬於短線 漲多的技術面拉回 還是波段大幅拉回的中線 波段的拉回修正 我說過 短線先看這 中線就關鍵在MACD這個地方 如果一旦MACD柱段體由正翻覆 或是這個地方MACD跟DIF形成死亡交叉 它就是一個大波段的修正 它就是一個大波段 像黃金交叉是大波段上漲 死亡交叉就大波段修正 這就像黃金交叉大波段上漲 今天死亡交叉就大波段修正 所以你不要預設任何立場 那這兩天我已經講過 它是一個拉回修正走勢 來 今天的台北股市除了我們說 在這邊提醒大家說 這個地方的一個缺口理論之外 現貨的缺口理論之外 同時在T這個所謂00632RT50反的過程 它也告訴你外資在這邊大買 外資在這邊大買 請注意 這個叫T50反 如果外資在這D檔大買 大買是什麼意思 是外資看空 來 外資這兩天布局空單 非常積極 8號那天 封關那天3954RT 然後13號這天 6762RT 所以你不能只看說 現貨那個地方 有什麼動作 然後怎麼樣 現貨買 期貨買 就認為它一定漲不對的 你要看選擇權 跟看這些T50反 外資的動作 它一直在布空 然後你看到說 這些布空的動作 好 等到這些布空動作 或是說今天台北股市這兩天 最大跌了 這些人開始出來喊話了 哇 要振興股市了 我說這些人是最壞的 我不騙這些人最壞 為什麼 過去在跟各位講說 你要相信台股的時候 這一段的大漲 從8300漲到8700 它是賣得最兇的 特別到8700 最後兩次的負倍率的時候 它一天還居然賣到四五十億 一天賣到四五十億 這個是最壞的 等它昨天大跌的時候 買到了之後 它出來跟你講一些 政治性的話題 政治語言跟你講 我們知道說 在這張股市怎麼樣 在這邊所謂的健保補充費 大家認為不合理的 但它又強調 林全認為健保補充費 是不好的制度 未來要調整 但是目前沒有時刻表 沒有時刻表 你跟人家講這個幹嘛 就是先安撫各位 這地方不要說一次跌完 慢慢跌 或是800跌 1000跌 分個五天 10天跌完 這樣安定股市 我說你不要去相信這些人的話 過去這些人 很多錢潮也是一樣 9000多點排胸脯跟你保證 9天點他如果不是當財政部長 他一定跳進去買 結果呢 跌到7200的時候 他們下台了 各位為什麼我一直跟各位講說 在這個階段當中 你寧可去選擇相信這些符號 平華一同平線 MACD 出現了所謂的一個負貝離的時候 是一個賣出警訊 特別在兩到三次的時候 如果你把前一波在這個地方 MACD出現第二次負貝離 跟第三次負貝離 在這個地方 8664也好 8692也好 8754也好 你再看今天的低點 8503 各位你看看 是不是都差了200多點 這邊到8503已經差了251點 有沒有過去跟你講 技術面東西符號 一定會先跟你講答案 各位台北股市在座提醒你 還是在空方修正格局當中 你只有兩種選擇 利用反彈降低手中的持股 或是你要找一些底部起漲的股票 在這邊做換股操作 外資持續的做解套行情 那這一波已經見了尾聲 大盤已經開始反轉 你要找這些選股的一個紀律 就是找尋這些底部起漲股票 找尋這些財報好的公司 財報一直在高度成長的公司 它股價是在低檔的 各位 這檔股票是我們在這個波段 唯一選擇的一檔 已經連漲兩天了 那股價從底部起漲 事實上如果未來在下跌過程當中 假使大盤繼續下跌 我們會再挑一檔 再挑一檔底部起漲的股票 承直的邀請來加入我們的行列 因為在這個地方 唯有一個專業性的操作 唯有一個明確正確的觀念 才會成為最大人家 認同我們的觀念 有任何需要服務幫助 或是想把這些 底部起漲賺錢資訊 帶回去的人 直接打掉進來 祝福你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別有家證券 無不當真材物理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投皮老化速度是皮膚的六到八倍 你需要萌髮五六六洗髮精 激活保濕力 毛根再復活 防止頭皮老化 量感升級 蓬鬆有感 頭皮年輕化 萌髮五六六洗髮精 萌髮發發發發 投資獲利雙指標 固德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固德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振兆 旗鼓雙贏一把兆 固德投顧就是good 零二二五七角 一一五五 二五七角 一一五五 二五七角 能量在先 戴著補元氣補給營品 投資獲利雙指標 固德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固德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振兆 旗鼓雙贏一把兆 固德投顧就是good 零二二二五七角 一一五五 二五七角 一一五五 二五七角 好 見得好 不見 貨股 貨股 下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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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您剛才入外台 投資獲利雙指標 固德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幫您掌握市場脈動